好,我们今天来玩一把意大利 按照粉丝的要求 我们要最快速度成立欧盟 再成立罗马 最快是多快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尽量快一点好了 要成立欧盟的话 我们就只能走南色线路了 意大利南色线路想要变罗马 必须得点下面这个我们的海 而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 能给我们一些战争目标 还是非常有用的 虽然我们在SI失败的话 可以直接跳国策 但感觉很亏 我们还是把这个SI灭了吧 开局国策还是优先把军功拿到手 这局考虑到我们要早战 还是提前研究一个36年的清醒坦克 毕竟等这个38年的底盘 实在有点太久了 开局生产线就先这样吧 主要还是先把布炮补齐 很快我们就可以处理奥萨苏丹国了 前期政治点数存到一定的时候 可以直接正当化这个奥地利 我们先不点国策 等一下点数 在这个SI北部打赢了 也会给我们加一些buff 这边直接吞掉奥萨苏丹国 按道理它是会创建两个意大利单位的 但是这个版本好像给我们吞了 存到50点数之后直接正当化 大概要等235天 点完陆军为主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先把这个弹药厂拿到手 然后再点个火炮增产 那么多了 我们现在开始走开 一般正常速度都是能在4月份左右 把埃塞俄比亚消灭掉 这局依然是不搞那么复杂 随便放几个小弟托管了 省得我们花人力来占领 能放出来的都直接放出来吧 然后归还一下领土 接下来国策还是先把这些军功拿到手 毕竟我们前期最缺的就是装备了 所有部队直接拉回家 把步兵师全部给他整编出来 做24个师就够了 陆军精神里面可以选一个国家服务军队 其他的先不用选 我们没那么多经验值 还得先存着 考虑到我们待会可以去抢奥地利的装备 所以步枪不用造太多 还是有点把火炮给他造足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正当化一下法国 当然正当化德国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德国这边的地形不是特别好打 还是法国好打一点 只要等个一年的时间就可以打法国了 也就是37年的5月份 为了待会能在SI多刷点资认军 我们还是造点一步师 家里面多余可以变的部队也是全转一步 提前安排一个陆军防御专家 长点经验值 也可以等这个陆军士起 在坦克研究好之前可以再研究一级甲 这样的话我们坦克生产起来 甲会厚一点 考虑到还有几天就要开打了 我们就先不给这个西班牙派志愿军了 可以先把我们部队强化一下 比如多塞几个步兵师进来 意大利这个特种营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甚至可以给步兵师直接塞山地啊 最后这两个军工拿完我们工业应该完全够用了 接下来就是赶紧点我们的政治线 为了尽量做到量产啊 我们还是用最便宜的重机枪了 这边主要可以把这个甲叠一下 我们甲可以一直点到九甲啊 感觉这局节省的陆军经验还是挺多的 我们可以做豪华一点啊 直接给他把这个突破叠上来 三个额外弹药价直接跌到38.2的突破啊 还是很有用的 然后就是把我们造枪的场全部云过来造星毯 先来十个场吧 慢慢造 到了三六年的十月份 我们总算正当化好了 奥迪力直接开冲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奥地利的枪没我想象的那么多,缴获的东西实在有点太少了,不过无所谓了,直接全吃。 接下来就是赶紧把我们的主力师抽出6个来,派到西班牙集训了,目前来看我们这个火炮产能还是有点少,没必要造那么多轻坦,轻坦够我们金盾就行了,优先还是把火炮补齐了。 提前研究一个支援链,如果轻坦实在不够装一个银的话,我们就装一个链。 为了尽量节省枪支,我们多余的这种伊布施,志愿军派过去之后就可以删了。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召集大委员会点不了啊,因为权力平衡太靠右了,得把它往左拉一点。 现在35%我们得拉好几次啊,先都批评一遍吧。 还差5%,有一个海军的中程要拉,原地训练的一会儿应该是够了,待会儿这个国策点好了,我们直接再质疑一下。 为了防止开战后,舰队出不了地中海,我们提前开走啊,直接要驻港全。 先停在德国的港口,待会儿用来登陆。 到了4月份我们差不多就可以准备对法国开战了,先把我们部队改一下。 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只能改一个很简单的步炮轻坦师。 如果全军使用12步三炮一坦的话,缺的装备还是挺多的,不过再等一会儿应该就够了,我们可以等他一会儿啊。 在37年的中旬,我们有200软弓100突破,还是非常可观的,打法国应该完全打得动啊。 国策走完之后,我们可以先安排一个坚定的军主派啊,把我们中立的支持率拉一下。 因为我们接着想点这个南色线路的话,他的要求是25%的中立。 这边可以先宣战一下,把这个志愿军给弹回来,毕竟我们现在正面只有18个师还是比较少的。 法国也没有放多少部队在这儿,我们完全可以提前进攻一下。 先抢占一下有力的地形啊,这一次战线还是划错了,划一个方便手操的进攻线啊。 开战初期我们其他地区都做好了,防御问题应该不大,这边不应该直守港口的,主要是牵制一下这个法国人啊。 毕竟我们很快就能打完了。 学术先不着急点,先把这个大胆进攻以及专注后勤点出来。 看一下我们部队的进攻效果啊,可以分一个师来夹击一下的。 这样的话,进攻会好很多。 我们一上来,萨丁就沦陷了吗?这个港口怎么没放兵啊? 他这个守港口的部队搞笑了,无所谓啊。 我只是被偷的,还可以夺回来。 好,优势在务,这我是没想到的。 沿海的几个港口先拿下啊。 感觉优势很大,我们一直推就行。 毕竟我们这个部队是吊打法军的。 他这个后面的部队会一直填上来,我们进攻一下就行了。 接着再把这个土伦到马赛一条线全拿下来,沿着这个铁路线打的话,我们接下来要去这个里昂。 法国的铁路线从马赛到里昂,再往上一直到这个地戎,最后到巴黎。 还是非常近的。 毕竟我们这个进攻战优势很大,而且法军的部队不知道为什么不来填线。 全部挤在这个港口想出去。 那我们肯定是抓住机会进攻啊。 很快我们西班牙进修的部队也全部回来了,加入我们的主攻。 顿移回来。 这边继续抢扛口。 走得快的部队已经走到后方了,直接全给他包了好了。 可以选择先消灭一部分法军,我们再继续进攻。 好,这样的话就把法军的防守部队全部封在港口附近了。 好,接下来就是修整一下,准备进攻里昂。 里昂应该只有一个师问题不大,那我们直接绕过去好了。 这边6个师过来。 正像我来自收操过来。 现在再继续抢扣。 这边就在推荐原来继续抢扣。 嗯。 太续抢扣。 就是 mam上去买房。 我们这么做了熟 Под独特口。 这个是一家的空的安全 ut。 还是是个热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好 就这样我们部队一路畅通无阻的就走到了巴黎啊 根本就没有看到英国人的援军 我们接下来也不着急啊 可以利用这个对战主要国家的时机 把周围国家全部拉到这个同盟国里面一起收拾掉 目前来看我们这个意大利军组织还点不了 只能先等着了 如果着急的话可以直接在这个政治行动里面把其他党派全查禁掉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蓝色党派有点多 我们直接给他查禁掉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占16%了 然后再把红色也给他查禁掉啊 这样的话占18%还差很多 还得再等一会儿 那就先点一下右边的国策把巴尔干能吃的先吃了 当然我们闲着没事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能获得哪些国家的突免目标啊 如果已经够了 我们就不用再自己正当化了 当然感觉也没必要专门点国策去吃阿尔巴尼亚了 我们直接打南斯拉夫就行了 先把比利时解决掉 直接冲就行了 接下来就是打这个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被罗马尼亚保障了 还能顺便再打一个罗马尼亚啊 这个时间点我们是无敌的 想打谁打谁 就是德国比较难办 不过待会儿也是好办的 在这边打了半天 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就是我们这个总动员没开啊 赶紧开一下吧 虽然会导致人力不够用 但是总动员还是很重要的 南斯拉夫在我们的金盾师面前 也是毫无招架之力啊 赶紧给他平推掉 就是两家的兵加在一起有点多 得慢慢推一下 一路都是平推 没什么压力的 看着就行了 这边全部收拾完 我们回去拿一下英国即可啊 英国目前也就几十个师 只能说这个意大利早战是无敌的 给 juntos me 对 那里我们的이라는 这边牵质 我觉得iamo 可以跟他解放 这是什么 我们你可以把它秒 comprigs 让英吉利海峡的船抢到制海 我们专门把这个潜艇给他分出来 然后让他在侧面袭击下运输船 把这个英国的舰队给他勾走 然后再把我们所有飞机去进攻一下海峡 这样的话能加大一下这个制海权 然后所有部队打开登陆计划 随时准备出发 只要能抢到一秒的制海就可以了 好 到了这个12月23号 总算是抢到了 英国突然把船全部调走了 不知道开哪去了 应该是开到这来了 抓我们潜艇来了 那挺好的 那我们直接出发了 人说这个潜艇钓鱼是真的有用 多福尔有人 那直接强攻 还是很轻松就拿下了 没什么阻力的 这个普斯毛斯依然是没有放人 这家还是很蠢的 是什么 好 这样一来 我们一仗基本上把要吃的国家全吃了 考虑到要变意大利 我们就不放傀儡了 直接全部吞并 当然这些英国的小弟对于我们来说是没用的 我们可以直接给他方程附庸 这一仗打完直接无敌 接下来就是准备去打一下罗马碎片了 怎么仗都打完了还给我来两个坠机 因为我们之前国策走慢了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个好处 就是国王点完了之后能给我们加顺从度的 这个还是挺爽的 让我们占领的地区 初始顺从度都很高啊 不过最好还是开一个秘密警察 压一下这个 抵抗度啊 之前开的民间监督 抵抗都炸了 找小弟借了一波人来镇压还是够用的 我们在战争结束前开了一个广泛 现在广泛加总动员 我们工厂还行啊 接下来就是升级一下我们的清坦了 可以装一个禁军支援炮 把软弓拉上来 钱多的话可以再加一个重击枪啊 接下来实在没什么事好做啊 我们就一直挂机到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 本来是准备先放过希腊了 但他主动打这个阿尔巴尼亚 那我们肯定是接受一下召唤啊 不然会掉20稳定度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点完之后 我们周围一圈都是可以直接宣战的 比较可惜的是没有土耳其的宣战借口 这个就很怪了 清造的部队先放在奥地利这边 然后再造一波 南面主要是挡住德军的攻势就可以了 北面主攻 这个土耳其的领导人还是太恶心了 强行要我们正当化一年 有点浪费时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些其他的地区太远了 我们就先不吃了 这集我们就先录到这了